好的 一位朋友跟我們留言 他是這麼說的 他去報稅 會計師跟他講說他的1095A和3895表上有許多的000 他說這個是不正確的 那麼這方面需要他去找他的保險經濟做更改 那麼他想請問我們的保險經濟說這個到底是對還是不對呢 我需要去做更改嗎 那麼要更改的話又要去做些什麼樣的步驟呢 我們趕快請出天寧保險的張念廷張先生來幫他回答這個問題 張先生您好 利亞早安 各位大家早安 這個問題我們在去年的年尾的時候就已經預告了 今年的報稅季將會是很熱鬧的 很複雜的健保的體現 也就是今年多了一張3895表 那1095A表大家都很熟悉嘛 那往年都有 那今年的多了一張3895表 這兩張表都要給會計師 但是我們也遇見了很多的會計師沒有進入到保險的狀況 他不懂 或者他疏忽了 他業務忙 那這個兩張表上面是可能會體現很多零的 但是呢 這兩張表我也要解釋一下 不是我們會計師做的 是政府做的 那政府寄給了各位以後呢 憑著這兩張表去報稅 那有錯誤可能會有的 不多 那上面體現的零呢 可能是你沒拿到加州政府的補助 也就是你的補助 比如說舉例子 你一個月可以拿到780的補助 那這個電腦計算呢 780呢 全部都來自於聯邦政府的錢 加州政府的3895表上面可能就會列出很多零 因為加州政府沒給你補助款 這可能的情況 當然也可能是錯誤的 你就要找你原來的保險經濟幫忙 要求給政府發一個短信或者是正式的Email說要更正 那這個耗時大概會四到六週吧 很久的 所以呢 各位要心裡有個準備 有零並不表示是錯誤的 那我們一定要曉得零哪裡來的 事實上我在這裡稍微給各位有一點點背景知識吧 好的 你怎麼知道這個零是錯誤的呢 好 你先看一下你每月的保費的帳單 那個帳單上面都會寫出 你總共拿了200元的 我們假設200元的月補助款 上面會有寫聯邦政府給了你180 加州政府給了你20 這個就是個別的一個明細表 就在你的每月的保費帳單上 你去看一下你就曉得了 會計師我有每個月拿到加州政府的20元 這個上面為什麼寫零 你幫我核實是不是錯誤了 所以這個呢 大家都可以自我的檢查一下 有錯誤再請保險經紀幫忙去跟政府要求 跟證吧 好不好 不要在那邊生悶氣 這個我看不懂 自己這樣瞎猜對不對 瞎猜呀 然後跟這個保險經紀 這個歐七跟會計師不高興 不高興不解決問題的 如果解決問題大家就不高興就行了 你解決問題了大家都高興 好的好的 是的 謝謝天寧保險的張先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